新年来欧债风暴人为平息 德国总理梅克尔的心言谈话 直指欧债危机离结束海远得很 甚至直指德国经济在2013年会更加艰困 苦日子就在眼前 103岁史上最长寿的诺贝尔奖医学奖德主利塔 30号在意大利罗马老家辞世 罗马市长詹尼收到消息之后立即声明表示 他的死不管对意大利人还是全人类而言都是巨大的损失 以色列考古学家在耶路撒冷东方的基地 发现一处距今约3000年之久的宗教遗址 以色列文物管理局进行开挖计划之后 发现除了遗址本身之外 还包括一艘距今至少2750年历史的宗教盛传 日本气象厅表示受到日本海附近天气变化影响 今天北海道出现暴风雪天气 早上积雪达到50到60公分 另外日本西部可能也会受到暴风雪影响 出现积雪现象 并且导致看2013年第一个日出的机会大减 新唐人亚特电视整理报道